四龙剑柄灿烂 且让心里占有 哈喽大家好 我叫南如卓马 是一个极智慧才华美貌一生的藏族小仙女 我现在生活在中国西部高苏兰州 这是一个黄河穿承而过的城市 非常漂亮 我就住在黄河边 一个高楼大厦里 这跟我以前生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我在这里生活了12年了 12年前 我是一直生活在藏乡的 很难想象 我是9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汉语的 下面带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去看 我美丽的家乡甘南巴 这里有草原 有森林 而我就出生在草原和森林的交汇处 这样一个异山傍水的小山村里 记忆中的小葱落 不通电也不通车 家家户户都点着煤油灯 夜晚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 趁着皎洁的月光玩捉迷藏 我们经常骑着马和大家一起唱山歌 我的小伙伴们 他们大多数选择留在了村里 过着冲进秋收和放牧的生活 记得那个是90年代中期 我就在我们的村子里上了小学 那时候我们那里上学的女孩并不多 每天需要来回两个小时的路程 才能去学校 现在想起来已经忘了当时苦不苦 只是觉得很兴奋 上学第一天的晚上 我回家将学校里学到的内容 背给我的阿妈听 我阿妈高兴的眼睛里都是含着泪的 长大后我才明白了她的心情 一辈子没上学是她最大的遗憾 所以当她看到我的样子 我知道那是喜极而泣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我阿妈当时的样子 她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所以我到现在也在学习 很快我就转到我们的县城读小学了 当时是三年级 三年级的时候 我还一点汉语都不会说 写作文的时候完全写不出来 因为组织不出来语言 当时经常被老师打下来重写 我就开始拿着一本书 自己一句一句的抄写 墨写 防写 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就拿到了学校的作文竞赛一等奖 我从小性格中 就特别喜欢新鲜的事物 我阿妈跟我讲过 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当记者 然后学着电视上记者的样子 把我阿妈搁清课的时候 喝水的糊挂到脖子上说 看这是我的摄像机 我是记者 没想到我的愿望实现了 2013年毕业的时候 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记者 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 当了七八年的记者 我采访了大量的人物和故事 也写了很多我们藏区的发展故事 我的家乡都变了样了 我现在回家的时候 都已经认不出路了 我们老家村子都搬迁了 搬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生态文明小康村 那里就要快要打造成旅游景区了 在当记者这些年 我采访了很多的人物 包括有埃及的总理 还有全国两会 也去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去采访过 写了很多正能量的故事 故事还没有结束 兰州这座城市 给了我爱情 友情 友情 亲情 当然还有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 我的小扎西 我的儿子 也就是一年多前他出生了 所以我也换了我的工作 从一名记者变成了一个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的一名工作者 用我的笔继续记录白衣天使的故事 我的爱人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他是一个很腼腆的男生 会唱很好听的民谣歌曲 我当时就被他的气质吸引了 他还写了很好听的歌曲给我 对我这种喜欢文字的女生来说 非常有吸引力 我在兰州生活十几年了 在这里呢 我很思念过我的家乡 也想念过我的亲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孤单 因为在这座城市里 我也有很多温暖 我的朋友 家人 我的孩子 我的工作 还有我的学习事业 我都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充足 我觉得这座城市 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还是那个 极智慧才华美貌一生的 藏族小仙女 卓马 卓马